早点睡啊 妈,I'm hungry 我想吃叶宵 梦里想吧 梦里啥都有 当然是小龙虾了 还有这个螺蛳粉 这鬼来吃 不许点 你俩光等啊 虾脸万万 门都没有 这冰箱里我还养着小龙虾呢 刚才我听到他俩说什么 螺蛳粉小龙虾 你把这俩结合在一起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先把火焚乱天的小龙虾 上过蒸15分钟 熟了就行 蒸太脚还是会老 一半扔冰水里 那另一半嘛 当然是 炒鱼做一个超大超豪华的炸蛋 炸蛋自然是要配螺蛳粉的 我四颗蛋的炸蛋老厚了 今天啊 给你们做一个小龙虾两吃 我要爆锅了啊 葱姜爆香后 把螺蛳粉小料倒进去 这时倒入蒸过的小龙虾 再把螺蛳粉里的汤料包倒进去 再倒一罐啤酒 姜姜蘑菇小龙虾 配菜不够啊 再加加酸笋 盖盖子焖个15分钟就好 丢把香菜小葱 腐竹花生 哇 这个烹箱旁臭的小龙虾 就要出锅了 中间留个坑 把炸蛋放进去 这个结合很惊艳呀 我都被惊喜到了 这深夜饿的时候来一口 绝了我的天 这个汤汁配小龙虾 一点都不比麻辣的差 哇 你这饭店我得给你学一手啊 我的粉要 这谁做的夜宵啊 这么小 原来是我的妈妈 你已经吃光米了 罗师傅的那个汤料都用掉了 粉就烫熟 热锅凉油 两颗蛋的大火炒散 香菜火腿肠就是方便面的炒化 那炒粉啊 饮得一样好吃 还剩点炸腹中 也扔进去 我烧口店都给你学去了 我发现你今天很会说话呀 可否则安排个小吃 那还不简单 我瞬间就能给你安排两个 土豆年糕炸脆 捞出来 年糕嘛 就直接淋个红糖糖浆 这外皮啊 香脆不硬 甜甜糯糯的 夜宵必备 另一个小吃啊 它最近很火的夜宵系列 烟过的鸡胸肉 小香肠 炸过的土豆 再连着烧烤酱 打着烧烤料 就完事了 堪比夜室小吃汤的小吃 这现出过的不比外卖香啊 王姐 来 要的小吃 我这还有一份冰镇的小龙虾 再给你们整个冰镇的羊梅龙虾桶 柠檬 羊梅 酸梅 花梅打饼 再加酸梅汤 鸣块 然后小龙虾再来点板香果 最后一瓶气泡水灌满 马上立下 天也热了 小龙虾这么吃 超级奶 肉质肥美Q弹 鲜甜无比 还超级清爽 好重 王先生过来接一下 我来了 哇塞 夜宵鲜花板也不够舒适吧 别连怀惨猛屁了啊 老爸 你们哥刚刚都要接日了 怎么能接日啊 哦对 我给你露一下 接着去 今天太阳打东边下去的 这人不会把厨房给我炸了吧 哎 媳妇 这么多年 你不吃心 我就跟他们做饭 你辛苦 呦好 你还会捡星星呢 Oh my God 敢吃 我也 这是冰镇的 还是妈妈做的好吃 哎妈 敢你吃妈妈给你做的饼啊 哦对对对 哇 你虽虽了 昨天我发了一条 光天明世界 大家问了好多问题 看样子这次你们是真想学啊 那我就解答一下问的最多的 1.配方灵感 这个冰淇淋粉的方子啊 是我根据买的那个冰淇淋粉 然后自己试了好多版 最终确定的 最后成果就是你们看到的 真的跟那个买的那个没啥差别 2.制作简单吗 其实很简单 就几个粉调在一起 加牛奶加奶油 然后冷藏一小时 拿过来之后再加点炼乳 再把它打发 然后冻起来 就这么简单 3.玉米淀粉需要炒熟吗 需要炒熟一下 就用小火干炒到闻着没有生粉味 大概两分钟就可以了 玉米淀粉起到的是一个稳定性 4.没有蛋白粉怎么办 可以用乳清粉替换 也可以不放 蛋白粉起到的作用 就是那个冰淇淋吃到那种绵密的 粘稠的 你们看我那个特写 最后成冰淇淋糊的时候 它是那种 很粘稠的那个 5.葡萄糖粉能不能替换 葡萄糖粉替换不了 为啥呢 它跟那个细砂糖不一样 细砂糖是增加甜度的 它尝一下 哇 瞬间融在嘴里 怎么老说不清这句话 葡萄糖粉它就是入口即化 6.海盐能不能用葡萄盐代替 可以 海盐它就是说味道会更加的鲜一点 然后普通盐就纯咸 但是你做成冰淇淋它差距不大 7.材料的牌子 都行 奶粉就是全脂奶粉 买最便宜的 蛋白粉无所谓 什么牌子都行 8.配方的量能做几根 能够做几根 15根左右吧 9.能不能不放淡奶油 自助餐厅它免费让你吃的那些冰淇淋 它里面加的就是水 你如果喜欢吃那个口感的 你就把牛奶跟淡奶油全都替换成水 出来就是那个效果 10.配方的量能不能改 也可以 淡奶油的话 你加150克还是200克 取决于你想吃的奶味的程度 牛奶的话 你想水质感多一点的 你也可以把牛奶加到150 最终做好的冰淇淋粉 它们各有各的作用 如果不加葡萄糖粉和蛋白粉 出来的话就是 它就会棒棒硬 咬的比较费力 如果都加了 所以你看就柔和很多 不加的就 看到差别了吧 按我配方做的即便刚从冰箱拿出来 你看 一咬 就是很绵密 再看看省略版的 掰不动 正经版的 所以你要不要凑齐配方 取决你想吃什么样的口感 11.关于巧克力的脆皮 是用巧克力融化 要加椰子油去稀释的 要不然你的皮老厚了 你看稀释过的脆皮就很薄 它隔水融化完了之后 等它降温到30度再去裹 不然太热 你的冰激凌一进去就化掉了 12.最后的CC念 如果直接混合牛奶 混合淡奶油 你冷藏完了之后打发不起来 那就是说你买的这个淡奶油 它冷藏时间不够 淡奶油买了之后需要冷藏一夜 它才能打得发 这个冰激凌粉做好之后 你也可以先混合牛奶 完了之后淡奶油多加点炼乳 然后打到7分发 再跟冰激凌糊混合 也是可以的 希望你们都能做出自己的冰激凌世界 我说这么多 记得叫作业啊 吃什么呢 巧克力 不许吃点吃 要吃也只能吃我做 你不就做巧克力做巧克力吗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做真巧克力 你知道这是啥不 我花300 买了10个可可果 这里面的果肉 有点像一行轮 没事 给它们三个一种装扮 放到发酵罐里 再放温暖处发酵 大概五六天 酸臭无比 这得用烤箱烘干 这么臭 那烤箱还能烤蛋糕吗 烤箱那么坏了 那就只能是光晒干了 不过又得耗费两天时间了 现在已经不臭了 给我修一下烤箱 简单 这让干后还得进行个烘焙过程 每个五分钟进行个翻面 不然就成这个德行了 去掉壳已经有浓浓的巧克力香了 终于扒完了 这种又是一个考验耐心的环节 实际上可比料理鸡要磨得起多了 还需要捡个香草夹来提香 手工也就只能磨成这样了 离成功还差个隔水融化 我怕苦得加糖 终于可以入模具了 10颗可可果就做出这么点 好在凝固脱膜后的样子 还挺热的惊喜的 再拔个锡纸就可以储存起来了 我先尝尝 很浓香 去给儿子验货 儿子 尝尝你妈我做的条例 好吃 看我做的也不能当饭吃啊你 what 还在 我也又痛起了 不会 快喝了它 三二一 别喝了 快进了 二一 你再可以给我买这个了吧 你买到骨头桌就做完美 你这小的嘴尖 单喝可又不能满足 升级版必须得安排上 家里有香蕉和燕麦 可以来个低纸又美味的鸽子饼 鸽子饼鸡压个15分钟 就轻松做好了 这颜值还不错 适合搭这个了 搭一点水果 都是一份决赞的下午茶 这个椰子味的口感 怎么能不做的布丁呢 直接用吉利丁搅和搅和 倒个模具冷藏脱膜 就已经是非常美妙的了 嗯 这丝滑Q弹的口感绝了 这么好看的下午茶 儿子吃完应该更有学习的动力了吧 这颜值了喽 莫色仔喽 哇 这么丰手 嗯 计算体呢 钱你 啊 哎呀 哦 哎 拿这个去为难效果吗 妈 我给你 不是拿你 你给我干嘛 你不是会用果 别做吃的嘛 做不出来 别给我付加多业了啊 你给我研究一下 我妈肯定做不出来 经过我的一番调研 我觉得可以这样 一个苹果的皮自然是不够的 正好消耗一下家里的库存 八斤苹果肉 给它去合切块 哇 这么一大盆 不用怕氧化 一煮就好了 趁着果肉矿水来处理果皮 全丢刚才煮苹果的水里 半个小时 捞出来 再几个柠檬加点糖调味 重点是白凉粉 煮开 迅速倒入模具 等冷却后 就是一份纯天然中消化的苹果布丁 再给它加点酱油水进去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苹果肉等极了 八斤苹果干好两盘 变成苹果干的路程 虽然是需要经历三蒸三烤的磨难的 因为我煮了一次 所以就替换一次蒸了 第三次需要烤久一点 才能褪片成这般完美的样子 我想应该可以去布置作业了 原本吃不完的苹果 我分分钟就能告诉你 那你是不是该写作业了 苹果皮呢 变成固定了呀 再再变 变成固定了呀 你什么给你吃 嗯 嗯 乖 你做到这什么东西这是 哈哈哈哈 哎 怎么不凝固呢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嗯 嗯